CityOne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ChinChin 這個尾巴其實它是粉絲送的 是一個跟我還不錯的粉絲 就是追了我蠻久的 它也都知道我喜歡皮卡丑 所以只要有新的什麼東西 它就會想要迫不及待的送我 小東西也會是餅乾啊 然後什麼像前一陣子的那個口罩 全家有書牌 所以我超級可愛 然後就是它也有給我幾個這樣 其實皮卡丑是我大概 2016年的時候 我去東京玩 在機場在等要回來的時候 我在最後機場那一刻 想說在等的時候無聊 我就去逛了那個5K夢的那個商店 那我一進去就看到那個碗 那個時候出了很多商品 都是它的臉而已 就是那個碗 然後其實我還有一個行動店員 也是它的臉 我就想說天啊太可愛了吧 然後我就買了那個碗 然後買了它是一整組的 就是還有筷子 然後附兩包泡麵這樣 然後還買行動店員 買了一大堆東西以後回台灣 我就開始瘋狂 然後就是上網找代購 每個月都會上去看看 說有沒有最新商品 我會看它是不是我可以搭什麼 就是我看到它我就知道說 欸我可以搭哪件衣服 然後可以穿什麼樣子 就是我只要看到這東西 我覺得有想法 我就會想要買 反正錢賺的就是要花 花錢買開心 花錢買開心 我會喜歡穿 我會喜歡穿的很 很放鬆很舒服 以前就是可能比較穿運動風 然後後來才開始慢慢會買 超熱品牌的東西 搭配上面我不會覺得說 一定要是很貴的 像我自己也很常穿可能 converse啊 或是alvance啊 這類的就是比較 算是入門款的日動鞋 其實我就是喜歡很多顏色 隨便要穿 比如說今天穿運動空的話 那你會戴什麼款嗎 會啊 我就是會 像如果我穿的比較運動 我就是會戴那個圓的 圓的那個金色或是銀色 比較基本款 然後小小的這樣 要嘛 或者是就是可愛到不行的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種衝突 穿搭的感覺都是差不多方向 頭髮很空的人我可以給他贏見 因為像我自己頭髮很空 然後我就起床的時候 梳完頭髮 我就會用吹風機 把頭髮吹熱 然後再戴冷帽 然後就在家裡 就是一邊看電視吃早餐 然後就等頭髮變塌這樣 就會比較順 然後不會複雜這樣 就有推薦給自然卷的朋友 就是戴帽子其實是最容易也最快 讓你全身的穿搭 看起來比較有一個型 像你可能穿一件毛衣 一件牛仔褲 然後你只是戴一個鴨屎帽 或是老帽 可能就會比較輕鬆一點 可是如果今天畫了一個貝雷帽 人家就會覺得說 欸你今天不一樣